俄罗斯总统普丁周四在接受生意元报采访时表示 瓦格纳雇佣兵组织头目普里格金在会谈时 拒绝了让他的战事加入俄罗斯军队的提议 据称这次会谈是在瓦格纳发起叛乱的几天后进行的 会谈持续了三个小时 包括普里格金在内的35名瓦格纳指挥官 出席了6月29日在克里姆林宫的这次会议 普丁表示他为他们提供了几种选择 包括继续在瓦格纳高级指挥官的指挥下服役 但遭到普里格金本人拒绝 普丁称会考虑瓦格纳四人军事公司存在的法律依据 乌克兰间谍活动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表示 从俄罗斯内政部截获的一项调查显示 普里格金的叛乱得到了俄罗斯政府内部人员的支持 周四乌克兰陆军司令塔纳夫斯基告诉西恩 已收到美国承诺的第一批急速弹药 尽管在周四的立陶宛北约峰会上 乌克兰没有获得加入北约的明确时间表 但美国总统拜登指出 莫斯科当局资源短缺并且陷入经济困境 普丁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 乌克兰加入北约只是时间问题 新唐电视台记者于良 明玉综合报道 新唐电视台记者 新唐电视台记者 新唐电视台记者